旱向持续严峻 尤其害怕冲击到半导体产业这些用水大户满 今天上午中央水利署就攜手地方政府寄出五大措施 准备要来个神救援 其中包含了挖水井 实施人工造雨 循环再生水 海水淡化以及北水南调 日估大约可以增加是25万吨的用水 而竹科厂商就指出 目前各个公司正在努力的节水 目前承载节水率是11% 如果节水率提升到15% 还可以来应应 但是如果一旦达到了20% 就真的要过苦日子了 春雨布莱汉想难解 供应竹科的两大水库就要见底了 用水大户门 台积电 联电等纷纷启动水车模拟演练 厂商坦言压力是越来越沉重 对我们高科技厂商来讲 需要水 资源比较多的厂商 当然就要超前部署一下 希望要提前作业 所以上个礼拜 新竹地区也有台积电 联电 也有水车在水模拟的作业 应该是在进行 科技产业是台湾经济命脉所在 尤其目前竹科各厂全产线满载 而全球都在大抢晶片 在此关键时刻特别引发经济部水利署和地方政府重量及关注 这一连几天都是水情应变救援 此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援工程 那另外抗旱水井在大清竹地区也有17口 11号这场在竹科召开的紧急应变会中 中央和地方找来厂商贡商五大开源方案 除了设置17口抗旱水井 每天可供水3.2万吨 再来向天造雨实施人工雨作业 另外循环利用再生水以及海水淡化和最重要的北水南调 每日可提供逐科20万吨 陶族钢管的加速赶半在今年的2月1号 然后稳定了从桃园地区来支援新竹20万吨的这个水量 我们用66天的时间完成了新竹海水淡化场第一阶段的这个出水 那现在全阶段的这个也是在稳定的出水之中 而目前担忧水情吃紧对竹科产业造成冲击 新竹市长林志坚因此提出三大努力共睹难关 我们现在有三个努力要来做 第一 政府努力来找水 那么第二 企业要努力地来结水 那第三 我们民众也要一起努力来省水 台湾五十几年来没见过这样的汉象 如果三月下旬的春雨还是一直不下 预估厂商的节水力道可能要从11%加强到15% 若到20% 竹科厂商的苦日子就真的要来了 记者注意 阴阳影哲新竹采访报道